已经越来越捷径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 因为输入本来它不是清晰名题 本来是清晰 把它改成为了很正黑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前面有讲过了 就是说有几个方法 假设你输入 假设这个储存格的方式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什么 你要打一个Sales Sales里面呢 改它的字型的话 就是什么 .form 所以FORMS 它的名称的话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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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是它的那个字的 的名称 所以你就把微软正黑 等于什么 等于双引号 你把微软正黑 这个这几个字呢 把它复制 或者自己打 我是先用复制 因为复制比较不容易打错 贴过来 然后呢 记得啊 这个瓜符要补上 补到这边来 好 那 这样子的时候 微软正黑 不一定 只针对那个储存格 去做 字的设定 那可是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 总共 A 到 有没有这个 然后到F 到区 总共有七个 那变成你要做七次 太麻烦了 你要不要跨一点方法 特别之后 出生格之外有个范围 范围的话是Range 如果用Range的话 就不用写七行 写一行就好了 特别之后 以后如果你是 连续的 连续的 才叫范围 那怎么写 基本上的话 如果我今天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我把它先剪下 我到那个G的下方 把它贴上 但是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用Range 我不要储存格 我用Range 然后Range的写法就是Range 刮弧 然后呢跟他讲说 我从哪个储存格呢 从 这个 A9 到 G9 OK 那A9到G9的话呢 我就用Range A9 到 G9 然后 后冒号 后刮弧 他的字 全部 都变成微软症黑底 但问题来了 9 9 如果你现在OK 可是下一个10 就不OK 11 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请你把这个9 改成R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 大家这边就是 你不能把变数直接放到字串里面 所以必须什么 切开放进去 那做法跟那个I一样 我还记得吧 所以怎么做 9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 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R 然后并且把它分开来 那这个9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这样 把这个复制 然后在这个9上面贴上 这样OK 那不过其实 就是 这个后面 这个end 空的 这多余的 所以如果比较标准 应该是这个拿掉 end r就好 后面应该多个空板 多余的 你可以拿掉 没有关系 应该看得懂吧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 目前想不通 你放在这边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 反正应该可以理解啦 反正就是把那个9 变成R 就对了 就放个变数 就对了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 微软症 如果我要置中的话呢 置中很简单 也是一样 你就把这一串 有没有 再复制 就这个范围的资料 点下去之后的话 啊 Range比较特殊 它有刮五一样会跳 但Sales不会 这个可能差一点 那 置中的话呢 有一个水平置中 跟垂直置中 水平的话呢 是叫Honyronto 很长一串 不过 如果你背不起来 你只要记得 他开头一定是 水平的话 是H开头 你打一个H 找到最长的那个单子 就对了 有没有看到 有 像Honyronto 有沒有 Honyronto Honyronto 就水平嘛 Honyronto 就对齐 这个叫水平对齐 那其实说真的 可能有时候会念不见得 会拼得出正确的 像我的习惯 我根本我也 我真的我也自己 大概知道Honyronto 但是有时候要拼 不见得拼得出完整 所以我都是记H开头就好 最长的那一个 这很好记吧 OK 其实我的东西 其实都不用死背 因为上面都会提示 有提示 你干嘛背它 对不对 OK 点两下 然后等于 至终的话 就是XL开头 一定是Essal Center 打一个Center 就可以了 顾名思义 靠左就是XLabs 靠右就是XLright 大概有固定的规则 反正一定是XL开头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的话 游标放在这边 按F1 它也会跟你说明 后面要加什么 所以有时候 其实我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反正我不知道 我会按F1 所以我只要知道F1 有些时候就有答案了 有没有 这边有个 它这个属性 然后它要做什么 它那个 这个有一些常数 你可以点超连结 它这个常数里面 就跟你讲说 有这些对齐方式 有这么多 这么多 那你可以点进去 稍微看一下 我记得这边 其实都有相关的说明 那 那至终的话就是XL 这样的话 这两行就搞定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OK 最后其实就把这个执行 然后 我又把那个 刚刚东西删掉 AAA85 90 Enter Enter 直接就会自动下来 看一下 Enter 有没有 就OK了 然后呢 再来就 BBB Enter Enter 有没有 又有了 OK 那一次可以推浪 反正就是只要Enter Enter 就OK 那其实最后 其实如果以我的角度 还没写完 其实最好 就是这边 全部资料都保护起来 那当你输入的时候 解除保护 然后呢 当你又写入完成 又把它 这个保护起来 反正意思就是说 不要让使用者变动里面的资料 那怎么去保护资料 怎么去解除 动态的解除保护 不过这个后面我们范例还会再讲到 所以这个也许之后再来看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我刚刚的重点 特别是 对哦 就两行 这两行 弥足珍贵的这两行 就这两行 看起来没什么 但实际上 你们即便在网络上Google搜寻 应该也很难找到答案 这很妙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简单的写法 可是在网络上却没有人分享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 好 OK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 即便有 但是呢 也会叫你用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下来的结果 它不只一行 也不只两行 是非常多行 OK 其实说真的 录制聚集也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写得太純粹了 其实我们就只要是两行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来写一下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VBA里面 尽量善用两个物件 一个是储存盒 就是Sales 那如果你是大范围的话 你就用Range物件 特别叫Range物件 就是范围 那未来如果是跨工作表 会有一个物件用工作表 就是Shits S-H-E-T-S Shits物件 如果是工作部 比如说你是跨好几个Excel档的话 那就是叫Workbook Workbook Workbook 今天有用到 Workbook 加S 就是多个工作部 所以如果以后 你们要把不同来源的资料 要看要合并要分割 其实只要熟悉这几个物件 大概就可以变出你要的资料出来 所以大概这些东西慢慢去熟悉它 以后可以变出非常多的变化 大致上 逻辑都跟我们现在用的方法 都会有相关的 不是突然变出一个东西来 就是从最简单 再到越来越复杂 那如果你这些都能够掌握的话 我想你未来 对于那个资料的掌握 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 你根本不用怕担心资料多 就怕没资料而已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试着把它完成 那刚刚这两行 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我干脆把它贴到云端上 一样在那个 我们刚刚云端最下方 等于是最后面 我就贴一个Range的方式起